这是一桩离奇的案件 一家人未曾外出 屋内珍贵的钻石却不翼而飞 可失去现场不仅门窗无损 还毫无痕迹 是内鬼还是有人暗度陈仓 谁动了我的钻石 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面对民警的询问 判人王先生始终强调家中一直有人 但是屋内的财物却不翼而飞了 据报案人描述 案发当晚 他和妻子吃完晚饭后准备上楼休息 然而妻子偶然发现的情况 让一家人倍感意外 情急之下 他们立即向警方报了案 被盗的是其中一幢别墅 三楼的日暴间里面 你告诉我 盗在哪里 就这个 就上面这个东西 就这个 对 黄金的什么都没有 他的戒指啊什么 我的钻戒什么全没 经过清典 王先生家有数件钻石戒指被盗 总价值近二十万元 除了财务被盗 更让王先生百思不得其解的是 办案当日 一家人并未出门 究竟是什么样的窃贼 能如此大胆地进入室内呢 进一步调查后 民警发现 王先生和他的父母 分别住在两栋三层楼的连排别墅中 王先生一家三口 住在西边七十号别墅内 而他的父母 则住在东边七十二号别墅 邻近两栋别墅被同一家人家 买下来了 在二楼他们是互相打通的 两栋别墅 有通道连接 也就是说 窃贼有可能是从 王先生父母家的七十二号别墅 进入七十号别墅 但是报案当日 王先生的父母也未曾出门 而且家中没有客人来访 更没有发现 形迹可疑的陌生人 在家门附近出没 经过粗略清点 王先生的父母家 没有发现财务丢失的情况 失窃的 似乎只有王先生居住的七十号别墅 从种种迹象来看 窃案似乎并不像陌生人所为 行窃者应该对别墅的环境十分熟悉 此后 民警陆续发现的细节 似乎也印证了这一点 第二第三个选小孩子 也是黄金 都在 都在你自己看 而且小孩子两个抽屉 什么都没有 就少了我那个 如果人家偷 它三个都是抽屉 这里全偷了 穿在 这里也穿在 存放钻石戒指的抽屉 并没有上锁 任何人都可以轻易打开 但奇怪的是 在下面的两个抽屉中 还存放着 王先生女儿的黄金首饰 而这些黄金首饰 居然安然无恙 难道窃贼的目标 只是价值更高的 钻石戒指吗 紧接着 王先生的妻子向民警反应 被盗房间门口的柜子里 还放着十万元现金 并且 这个柜子也没有上锁 窃贼应该很容易就能发现 但他并没有拿走 钱是放哪一家 钱啊 在这个柜子里 在这个柜子里 你少了啊 没少了 哪个柜子告诉我 就这门口这个柜子 今天肯定是费得了 对啊肯定是费得了 你看这门口 进门 进房间以后 就有十万元现金在抽屉里面 那么 这个现金现在还在 这是我们觉得 比较奇怪的一个地方 窃贼为什么没有拿走 所有贵重首饰和现金 这显然与以往的切案不同 窃贼似乎 有所顾忌 除此之外 王先生的妻子还反映 房间内的物品摆放 仍然和往常一样 并没有被大肆翻动过的痕迹 窃贼的目标似乎很明确 对屋内财物的位置也很熟悉 在接下来的现场勘察中 民警分别对别墅内的门窗 进行检查 我们看了70号的淡发现场 就发现门都是关好的 也没有这个被撬锁 或者说是技术性开锁的这个痕迹 排除了这个从门进来的可能 而在70号别墅的窗户上 民警同样没有发现任何外部进入的痕迹 由此看来 窃贼并不是从门窗进入别墅 那么他究竟是谁 又是怎么进来的呢 那我们就考虑会不会是内道 就是正常能进出这个家门的这个嫌疑人 王先生妻子回忆 他上一次看到钻石戒指还是半个月前 也就是说窃贼应该是在这半个月里的某一天作案的 在长达半个月的时间内 进出王先生家的人员都不能排除作案的可能 这无疑给警方的办案工作增加了相当大的难度 民警对王先生一家的社会关系进行了疏离 据王先生的母亲说 除了家人外 平时能够正常进入别墅的只有保洁阿姨一人 一个阿姨负责是高位三 一个礼拜是礼拜二 礼拜六 他可以正常进入这个办法现场 然后如果像蚂蚁搬家一样 每次拿一点的话也没有人察觉 于是民警围绕保洁阿姨展开外围调查 窃案迷雾重重 被到别墅内再次发现财务失窃 一把从厨房被人拿到客厅的剪刀 成为了案件的关键线索 一名身穿黑色外衣的男子 不断穿梭的竹林中 他是否就是入室行窃的嫌疑人 谁动了我的钻石 天网栏目正在播出 就在民警调查可疑线索的时候 8月6日 也就是王先生报案的第二天 住在隔壁72号别墅的王先生的母亲突然发现 三楼客房内的一个抽屉有翘痕 里面的一条手链也丢失了 当天晚上没有跟我们讲 72号家里有财务被盗 那么第二天早上 被害人就联系我们 发现这个72号家里有这个被撬 跟财务的丢失情况 抽屉刀已经损坏了 这个头部 这个头部就符合这种剪刀 一个压面 它应该是这样伸进去之后撬 结合现场上衣处上面的翘痕 我们分析是应该是剪刀翘短的 当听到民警说起剪刀的时候 王先生的母亲突然想起 就在几天前 丈夫老王曾经在家里 发现过一把断饼的剪刀 据王先生的母亲回忆 发现这把剪刀的时间 应该是在四天前的8月2日 当天家中无人 晚上回家后 看到这把原本放在厨房的剪刀 却出现在了餐桌上 并且刀饼已经损坏 其实8月2号那天晚上 他回来 发现有一把剪刀 出现在这个饭桌上 但是这把剪刀 其实是放在厨房的 然后发现这把剪刀 而且有翘痕 我们问他为什么 当天报案的时候 没有跟我们讲 他以为是家里面的人 就翘坏了放在桌上 问了家里人以后 都没有这个情况 所以说是比较可疑的 民警判断 嫌疑人很可能在8月2日当天 使用过这把剪刀 此外 王先生的母亲发现剪刀的同时 还曾经看见客厅的地板上 有一件王先生女儿平时穿的外衣 并且衣服已经被弄脏 他认为是我儿子 他们急急忙忙出门的时候 把衣服丢在地上 然而在询问了儿子和儿媳之后 王先生的母亲这才发说 并不是家人扔在地上的 那么还会是谁呢 他们没有用过这个剪刀 也没有去用过这个婴儿的衣服 所以我们就觉得 这里是非常可以的 我们分析剪刀是用来撬抽屉的 然后小孩的衣服是用来擦拭痕迹的 剪刀和衣服的异常情况 等于为民警确定发案时间 提供了合理的参照 因为两栋别墅是打通的 就我们判断对象应该是 8月2号当天进入的这个案发现场 时间应该是在8月2号早上的8点 到8月2号晚上的5点左右 就在民警确定了发案时间的同时 针对保洁阿姨的外围调查 也有了明确的结果 针对王母的家庭情况 个人情况 开展了走访 开展了调查 但是也没有发现 有任何的作案动机 除了保洁阿姨之外 能够正常进出别墅的 就只有王先生一家人 那么窃贼究竟是谁 这个作案的熟人会是哪一个呢 为了尽快查出真相 民警对8月2日当天小区内的监控录像 进行了视频追踪 有个监控正好找到70号这个堆树的周边 那公共区域经过的人还不少 有遛狗的 有陈恋的 民警首先将8月2日监控区域内路过的行人 进行逐个标记 不久 一名身穿黑色短袖的男子 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只见8月2日早上7点30分左右 这名男子第一次出现在监控中 紧接着在8点10分 这名男子再次出现了 经过民警统计 该男子多次经过70号别墅边上的这片途林 半小时后 民警在靠近70号别墅的另一处监控中 又发现了这名黑衣男子 画面的左上角 这一种别墅就是被害人的别墅 然后这一个男子 他频繁出入在这一套别墅的周边的小路上 再来回走动 并且不时地向里面张望 这名男子在40分钟左右的时间里 不仅反复出现在70号别墅附近 而且在他行走的过程中 还做出了一个奇怪的举动 他给我们一个奇怪的印象就是 为什么他在经过探测的时候正好遮了一下脸 民警研判 黑衣男子的这个举动 很有可能是为了躲避小区里的监控设备 8月2日上午9点40分 民警在持续追踪的监控视频中 再一次发现了这名男子 而此时 这名男子与之前出现时 却发生了一些变化 过了一段时间以后 我们又看到了这一个男子 在这边他手下 叶下夹了一包东西 在这条小路上走了过去 然后我们想到刚刚监控上 他是手上没有拿任何东西的 现在却是拿了这样一包东西 在同样这条小路里离开 从两段监控画面中不难发现 8月2日上午7点30分 这名男子在经过70号别墅前时 身上没有任何物品 而就在9点40分 当该男子再次出现时 他的夜下却已经夹着一包白色的物品 结合我们报警员当时说的 在这一个时间段 夹着是没有人的 因此 民警通过这名男子 一系列不同寻常的表现判断 此人有重大作案嫌疑 看下来以后 这个这里的男子是嫌疑最大的 因为他出现的次数最多 而且专门走草丛跟竹林不走大路 锁定该男子后 民警通过视频监控对其继续追踪 然而由于小区内监控覆盖并不完整 因此民警并没有发现这名男子 离开小区的任何线索 但是通过民警不间断地反复排查 终于再一次发现这名男子的行踪 监控显示 8月2日中午11点30分左右 这名男子出现在了小区路口的监控中 他在这一个路口上了一辆白色的轿车 然后我们就对这辆轿车进行了追踪 经过警方的核查 这名男子所乘坐的白色轿车为一辆网约车 民警立即对这辆轿车进行追踪 结果发现这辆白色轿车一路开到了家定区周桥老街附近 而这名黑衣男子随后下车 骑上一辆电瓶车消失在了监控画面中 这名男子为什么会来这里 熟悉周桥老街的民警第一时间就有了判断 觉得他应该是急着把这些黄金给销赃消掉 于是我们就第一时间赶到了这个周桥老街 周桥老街是嘉靖区著名的旅游购物景区 街边店铺林立 其中经营各种金银饰品的店铺很多 如果男子在这里销赃 要想找到收赃的店铺并不容易 但是通过民警逐一摸牌 还是发现了一条线索 据老街上的一家金店老板反映 8月2日当天 确实有一名体型偏胖的黑衣男子 来过店里变卖钻石戒指 登记了他的名字 身份证号码和联系方式 通过民警调查 这名男子变卖的首饰 正是别墅内失窃的物品 经过核查 这名黑衣男子名叫朱某家 现年27岁 无业 于是 寻找嫌疑人朱某家的工作随即展开 赌桌上输掉的十万元 最终导致他铤而走险 一段本应该美好的婚姻 却因为内心的贪婪 让即将来临的幸福化为乌有 谁动了我的钻石 天望栏目正在播出 经过核查 黑衣男子名叫朱某家 不久 民警就锁定了嫌疑人的落脚点 确定了这个嫌疑人的落脚点 于是我们第一时间就安排警力 对他进行一个抓捕 2019年8月8日 民警在嘉定区华亭镇的一处农宅内 将犯罪嫌疑人朱某家抓获 在他的住处 民警当场找到了 在别墅内被盗的部分手势 据朱某家交代 其余饰品已经被他变卖 面对眼前的证据 朱某家承认了自己进入别墅 实施盗窃的全部事实 对于一名在上海有家有房的人来说 走到今天这一步 他的行为似乎让人无法理解 说到自己的作案动机 朱某家却表示 自己如今的处境 其实和他的婚姻 有着直接的关系 原来朱某家曾经是一家工厂的普通职工 而他的妻子则是另一家公司的高管 两人在事业上有较大的差距 朱某家因此有着强烈的自卑感 结婚之前 朱某家还曾因为聚众斗屋罪和抢劫罪 两次被判刑入狱 因为朱某家曾经入狱的经历 两人的相恋 曾遭到小雅父母的强烈反对 毕竟他的条件 完全可以生活无约地过着 知道我吃过官司 很多家庭都很反对 想吃过官司 对家里面不好 会被亲朋好友支持典礼 后来他给我保证 以后不去跟这种外面玩的人 有联系 想慢慢断掉 说这种话 那我想再进一次 2019年5月 小雅不顾父母的反对 还是与朱某家领取了结婚证 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就在二人婚后不久 朱某家就将父亲给他新婚买车的十万元 全部用在了赌博上 越输越多 越输越多 之后就剩了五万多 想想 钞票输完了 车怎么起呢 那车门 想拨 为了一口气拨 结果全输完了 赌费我一定不知道的 他说 钞票已经买好了 他说 学购买车 赚酒 不赚开 输光了买车钱 朱某家不但没有吸取教训 反而变本加厉 依然希望能依靠赌博 来赢回本钱 不久 由于一直沉迷于赌博 导致工作懈怠 朱某家被工厂辞退 为了能弥补这十万元的漏洞 朱某家动起了歪念 于是 2019年8月2日 他选择了自己比较熟悉的一个小区后 准备实施盗窃 因为我以前的前女友也是住这个小区 因为知道这个小区就比较 有钱那边多吧 那么就想起来这个老庆 想去喷喷运气 我就在那边闲一闲 晃晃悠悠的时候看到过这家 看到车开走 让朱某家没有想到的是 原本打算撬窗入室的他 发现王先生家的大门竟然没有上锁 因为看到那个门是虚眼中的 老老干嘛干嘛爬出来了 就唠过推门进去了 原来8月2日当天 王先生一家出门时 只是随手将门一推 无以为门已经锁好 就这样 大义的王先生为窃贼 打开了最后一道屏障 朱某家进入别墅之后 便开始寻找有价值的财物 他首先在王先生父母所居住的 72号别墅内 用剪刀撬开抽屉 并盗取了一条手链 随后又来到了 王先生居住的70号别墅内 在衣帽间里发现了钻石戒指 以及黄金首饰 那么他为什么只拿走了钻石戒指 而没有拿走黄金首饰呢 有些价值实在太高不敢 毕竟什么卡尼亚的手表 随随算算都要几本 十万几十万 那时候我们就没挑价钱贵的 如果穿拿的话 我估计我这次这么死定 这也就解释了民警之前的疑问 被盗的别墅内 为什么只丢失了部分的手势 就在朱某家过去博弈之财时 突然别墅外传来了说话的声音 发现楼下有人呢 就是有声音嘛 毕竟有可能是邻居 非常害怕 害怕得很不得从二楼直接跳路 跑逃跑 那么就随便抓了一点 慌乱中 朱某家甚至都没有发现 门口抽屉中还有十万元现金 就慌忙逃离现场 在这个柜子里 没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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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个门口这个柜子 今天肯定进去的了 对啊 肯定翻了 你看这个门口 我没翻了 我害怕了 我什么都没站 我真的不知道 那里居然还有现金什么的 我都不知道 直到案发后 父亲和妻子 才最终发现 朱某家 一直在欺骗他们 就把说实话 家里没法接受 就让我知道他最后悔的事 我 把我心情空中 干了那么多久 他买的水本也很远 他后来 这个情形化的这个地方 谁想到他 把我的水面都给他 要是更好 对于选择相信朱某家 已经改过自新的妻子来说 眼前的事实 让他无法接受 应该说很崩溃吧 因为我就打算 后面两天 要准备跟我爸 要谈这个事情 就是说开嘛 突然之后面 肯定接受不了了 朱某家辜负的 不光是一份信任 也是一次重生机会 2019年12月23日 朱某家因犯盗窃罪 被上海市家定区人民法院 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